大家好,我叫舒适,欢迎来到影生活 今天讲的是一部关于百合的迷你剧,指酱情挑 苏从小就是个孤儿,被大妈收养,生活在伦敦的底层 因为他们家刚好针对着伦敦的脚型台 所以每当要处决犯人,他就会在门口卖票 让吃蛙群总可以在VIP观看整个过程 而长到后的苏,这成了爬手 莫德因为妈妈是个疯子,从出生就住在疯人院里 直到后来长大些才被学着舅舅接回庄园,培养成一个朗读者 舅舅对书有种特别的癖好,谁都不能直接用手借出书,只能戴着手套 一天,庄园来了一位绘画师叫绅士,说是来帮书画插画的,还有教莫德画画 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个骗子,他打算和大妈一家一块骗莫德的财产 原来,莫德妈妈临终前留了一笔遗产给莫德 只要他结婚,就可以拿回那笔遗产 而莫德跟外界基本没有联系,使他很单纯很好骗 但是他的舅舅是不可能同意莫德结婚的 所以绅士的计划是,先把莫德骗到手,然后带他私奔和结婚 接着再把他逼疯,送进疯人院 而绅士作为他的老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到莫德所有的财产 只不过这一切需要苏帮他做内应 绅士推荐苏去给莫德做贴身侍女 接近莫德,让他成为莫德的好朋友 然后诱导莫德爱上绅士 接着时机成熟在里面外合的把莫德骗走 而最后,苏也可以分到一笔钱,所以他同意了 莫德见到苏后,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识不识字 然后苏大字确实认不了几个 莫德知道后并没有要把他赶走 而是很羡慕苏,大概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得吧 没多久,他们主仆关系就很好了 莫德也很相信苏 一天晚上,苏突然听见莫德在大叫 过去一看,原来莫德从小就经常做噩梦 而且得靠吃药才能睡好 莫德吃完药后,居然主动要苏留下来陪他一块睡 苏同意了,而这一天也是莫德睡得最安稳的一天 从那以后,他们每晚都一块睡 莫德也再也没有做过噩梦,吃过药 他们的关系也从主婆慢慢过渡成了好姐妹 莫德会送给苏好看的衣服,帮苏打扮 这时候,苏才慢慢了解到 虽然莫德外表看着生活很好 可是内心是很孤独的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 也不会玩游戏,不会唱歌跳舞 更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所以,苏也会教莫德跳舞 告诉他外面那个美好的世界 苏假借算命 说莫德将会跟一位年轻的男子有一段爱的旅途 可是,就在算爱情命运的时候 莫德阻止了他 并偷偷地把架在地上的爱情牌藏了起来 而那张爱情牌是一张皇后和红星二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苏突然觉得他对这位单纯的莫德小姐 开始产生了情愫 就在这时候,绅士来了 这次他是打算带走莫德 可是苏却不怎么想配合绅士 他不想莫德被骗,还被关进封人院 但是绅士步步紧逼,要苏尽快说服莫德 更是趁着苏睡着的机会,主动出击跟莫德求婚 回来的路上莫德告诉苏求婚的是 他想知道苏的想法 可是苏吱吱吱吱半天也没说什么 接着,绅士想要一鼓作气拿下莫德 可苏依然不配合 气得绅士差点把苏给打了 莫德并没有当场答应绅士求婚 他知道舅舅肯定不同意 所以绅士借机说出私奔计划 可是莫德还是担心 他一直问苏的意见 苏问莫德爱不爱绅士 可是莫德不知道 为此苏告诉他 博爱就大胆的拒绝 但是这个好像也不是莫德想要的答案 他内心渴望可以通过绅士 离开这个像监狱的庄园 而苏也想到了大妈对他的期望 为了钱 苏最后还是为着良心告诉莫德 可以跟绅士结婚 到了晚上 莫德突然问起苏 新婚之夜 夫妻都会做些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 苏告诉他 到时候一切都会盛其自然的发生 可是莫德觉得不可能 他什么都不懂 这样的话 苏决定亲身教授 莫德也没有推脱 正如苏前面说的 一切都是盛其自然 所以不可描述的事 也很自然的就发生在他们身上了 第二天 就是绅士离开的日子 同样 当天晚上 莫德和苏也要离开这里 经过昨晚那件事后 苏发觉自己是真的爱上了莫德 但是他还是没法开口 告诉莫德真相 到了晚上 一切准备就绪 苏就带着莫德 有惊无险的逃离庄园 去跟绅士会合 而绅士接到他们后 就带着莫德来到了教堂结婚 并且就近找了家农舍 当晚直接冻房 这样生米煮成熟饭 鸭子就不怕飞了 就在新婚之夜 他们趁着绅士还没回房 就又缠绵了一份 重温昨晚的情 只不过这一切 都被门外的绅士看在眼中 我还以为新婚之夜 就被他们这样给过了 然而并没有 该怎么过 还得怎么过 接着 绅士就开始披风计划 因为绅士之前跟莫德说的是回伦敦城 可结婚一个多星期 绅士一直找借口拖延不走 而莫德本身就是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 忽然来到乡下这个鸟不拉屎 玩家脏兴兮的地方 他无法适应 所以每天都是披头散发 郁郁寡欢 确实像个疯子 而唯一可以让他开心的 就是和苏相处的时间 他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都给苏 把他打扮得美美的 绅士看到时机成熟 就找来了疯人院的神贵医生来做鉴定 医生来后 就问苏有关莫德的一些事情 苏不太愿意回答 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 就支支吾吾的说了些 而另一边 绅士告诉莫德 医生是他伦敦朋友 明天就会跟他们一块回伦敦 过上他原本大小姐那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然而 他只是想把莫德骗进疯人院 第二天 疯人院的马车来接走他们 临走前 苏知道这辈子应该再也见不到莫德了 就偷偷留了他的一个手套做纪念 然后他们就来到了疯人院 就在这时候 剧情发生了大逆转 套路并没有按照原本的计划走 疯人院的人抓走的居然不是莫德 而是苏 他们认为苏就是莫德 是绅士的老婆 而马车上的绅士和莫德什么都没说 就这么看着苏被人带走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苏才是真正被吓套的人 而这整个计划本来就是为苏而设的 一开始 绅士确实是想骗单纯的莫德 可是后来发现 单纯的莫德并不单纯 莫德的舅舅表面是个斯文学者 可背地里却是个十足的银棍 他从小就给莫德看的都是些下流的爱情动作类小说 带颜色的 治黄治银 而且他还经常猥亵莫德 所以莫德早就对那些男欢女爱的事情视若无睹 有十足的抵抗力 他甚至是抗拒男人的 知道真相后的绅士决定反过来 让莫德跟他合作 他负责带莫德离开舅舅这个银棍 而莫德则给他一笔酬金做答谢 莫德觉得无论他跑到哪 舅舅都会把他抓回来 为此 绅士给他想了个计划 还是封人院计划 假如舅舅找到了他 知道他已经疯了 肯定不会再把他要回来 更不会去看他 因为他压根就没把莫德当成自己的亲侄女 但是进封人院的不是莫德自己 而是一个代替莫德的人 这个人就是苏 绅士把苏描述成一个无比低贱且无品的小偷 所以莫德同意了这个计划 接着绅士就找借口 把苏骗到了莫德身边 让莫德潜移默化地引导苏成为一位像他一样的淑女 而莫德也要学苏身上那股底层人民的气息 这样才方便他们以后两个人呼唤身份 而看到苏后 莫德之所以会问他时不时字 就是想知道他有没有偷看他跟绅士的通信内容 并不是羡慕他无才 一开始莫德确实对苏没有什么好感 一切都是装的 帮苏打扮什么的 都是为了改变苏 可是慢慢相处下来 他也发现苏并不像绅士描述的那样无耻无品 相反他觉得跟苏在一起很开心 所以到后来 他是真心的想对苏好 然而他也曾经纠结过要不要告诉苏真相 因为莫德他也发现自己爱上了苏 但是他一想到苏也是带着阴谋才靠近他 还有他真的很想脱离舅舅的掌控 就又很下心 继续骗苏 而莫德跟绅士之间也没有什么狗屁爱情 有的只是金钱交易 就在莫德离开舅舅家之前 他还跑到舅舅的书房 把他的皇叔都给毁了 因为那就是他的噩梦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 私奔 结婚 洞房 装疯 当然洞房也是假的 目的也是为了不让苏怀疑 然后为了让医生相信苏才是大小姐 所以莫德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都给苏穿 自己就穿贤老的 加上绅士和莫德给医生的口供 理所当然 医生就认为苏才是那个疯子大小姐 就这样 绅士这朝一行幻影计划顺利落幕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苏关进疯人院后 绅士和莫德就回到了伦敦 但是绅士并没有把他带到旅馆 而是带回了大妈家里 原来一切的一切 终极幕后黑手并不是绅士 而是大妈 整个计划都是他安排的 包括把苏骗进疯人院 莫德一看不对劲 想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莫德不知道大妈到底要干什么 可奇怪的是 大妈对她很好 虽然关着她 但是也没有为难她 原来真正的真相是 莫德并不是疯妈的亲生女儿 苏才是 而莫德的亲生母亲是大妈 当年苏的妈妈未婚先孕 在这里生下了苏 而苏妈的哥哥 也就是那个淫棍舅舅知道后找上门 他觉得这是家庭的耻辱 就要把他们母女一块关到丰人院去 苏妈知道逃不了 而刚好同一天 大妈也生下了莫德 为了保护苏 苏妈求大妈把他们两个人的女儿兑换 那会儿的大妈 按照她自个儿的说法 就是个淳朴的老实人 架不住苏妈的不断哀求 就把自己女儿莫德跟苏做了兑换 然后苏就交给大妈寄养 为了答谢大妈的大恩 苏妈把自己的财产分成了两份 一份给苏 一份给莫德 并约定在他们21岁的时候 可以一块拿到这笔钱 所以为了找回女儿和拿到所有的遗产 大妈才想出了这个计划 最后用莫德代替苏 然后绅士与莫德老公的身份 一块拿到这笔遗产 一举两得 这时候的莫德才知道 原来自己才是一个大坑 活生生的把苏给埋了 想到她在疯人院会像苏妈那样 从正常人被折磨成疯子 所以她找个机会溜了出去 想去救苏 可是在伦敦城 她只认识一个有跟舅舅来往的书商 就先去找他求助 在书商这里 莫德才知道 就在她逃走后 舅舅就被气得中风瘫痪了 而书商也不愿意收留莫德 这块烫手的山芋 加上人生地不熟和身无分文 莫德最后还是回到了大妈家 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疯人院里的苏 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妈安排的 而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意志 也只有大妈 苏知道自己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她索性假装服从 自己认了莫德这个身份 乖乖的听医生的话 再找机会逃出去 然后一天 突然有人来探望苏 苏一看 原来是之前庄园里 一个擦鞋的小弟查理 因为一些事情 他被炒鱿鱼了 本来他是想到伦敦投靠绅士 可是却怎么都找不到他 这会儿的查理 还不知道绅士就是个骗子 而之所以会找到这家风人院 也是阴差阳错 之前绅士租的那家农舍主人 刚好是查理的亲戚 所以查理知道了绅士的老婆莫德 被人关进风人院这件事 才找了过来 没想到见到的居然是苏 苏知道这是唯一逃出去的机会 就告诉查理 如果帮他逃出风人院 就带他去找绅士 查理也同意了 就帮着苏逃出了风人院 两人逃出去后 就回城里找大妈 要揭穿绅士和莫德的阴谋 这一天也刚好 就是他们21岁的生日 可他却发现莫德 住在自己的房间里 苏看到这里 气不打一出来 就冲进去要杀了莫德 这时候的苏 依然不知道大妈 就是整个计划的幕后黑手 所以大妈赶紧安抚了苏的情绪 想把他手里的刀拿下来 可是绅士回来了 大妈本想示意绅士在演出戏 把苏骗过去 只不过绅士没有那样的耐心 他转身就冲淡了一把脚屎棍 彻底把所有人愤怒的情绪 都搅了起来 看到绅士就快说出他们的计划 莫德和大妈抓起刀就冲向绅士 一阵红红火火 红红乎乎之后 绅士重刀倒地 足 而杀他的就是莫德 查理看到这样的情景 赶紧就跑出去叫救命 一切都没法掩盖了 警察到场后 莫德想承认自己杀人 可是大妈抢先了一步 顶了所有罪 他从来之后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行刑之前 苏来到监狱见大妈最后一面 可是他感觉大妈还在等另外一个人来看他 那个人就是莫德 莫德希望大妈可以跟警察说 人是他自己杀的 因为莫德自己说了警察的不幸 可是大妈拒绝 他知道发生这一切原本就是他的错 为此就让他来赎罪 承担这个结果 只要莫德和苏好好地活下去就可以了 而莫德也开口叫了大妈一声 接着大妈就被刑刑吊死 苏在收拾大妈的遗物时 发现了苏妈写的那份遗书 这会儿的他才知道所有的真相 所以他决定去找莫德 回到了舅舅的庄园 一切物是人非 银棍舅舅已经死了 他找到了正在写书的莫德 莫德也跟苏坦白了所有的一切 但是苏并不是来找莫德报仇的 因为苏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 他们也只是被人利用的产物 而莫德在写的那本书就是他们的故事 书里写的是莫德对苏无限的想念和爱意 拉片的魅力不在于多少美女腾肠疏绕 而是在于一种默契 就像莫德若有所思的双眼 总是在不经意间散发着对苏的欲望和爱 虽然没有很火爆的场景 但对爱的渴望已经都包含在其中 同志片的关键不在于爱的实现 而在爱的寻找 无时无刻 没有止息 通过莫德和苏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 都能让人感受到这份寻找的胶着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说 而且不觉得麻烦的 可以动手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或者微博 下期见啦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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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